第九题 下列哪一种简单机械不是应用杠杠原理或杠杠的变形 选项A剪刀 我们可以从图看出来 剪刀是一个支点在中间的杠杠 它应用了杠杠原理 B选项螺丝起子 C选项汽车方向盘 它们都是轮轴 那从图我可以看出来 轮轴是一个杠杠的连续应用 所以它算是杠杠的变形 诸选项富罗文的瓶盖 那么罗文就是螺旋 螺旋从图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个斜面的变形 它把斜面缠绕在一根棍子上面缠绕而形成的 所以它是斜面的变形 所以第九题问我们 哪一种简单机械不是应用杠杠原理或杠杠的变形 我们答案要选的是猪 富罗文的瓶盖 它是螺旋 是斜面的变形 不是杠杠的变形